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补充一点 那今天呢 我们要补充的是手机里的性能模式 对游戏性能的提升 真的有帮助吗 那我们根据不同的品牌 系统以及尽可能涵盖 骁龙跟天机两派处理器的原则 在华为 荣耀 米欧V3加 以及各自子品牌中 选出了共8款机器 那具体的型号已经在屏幕里了 大家可以先在弹幕里猜一下 哪款机型的性能模式 效果最明显呢 那在接下来的测试中 我们将会按照关闭性能模式 只打开电池设置里的性能模式 以及同时打开电池设置 与游戏中心的性能模式 这三种设置方式 在350尼特屏幕亮度 以及25摄氏度左右的 室温环境下呢 分别对8款手机进行 一个小时的最高画质60帧 原神游戏测试 在单次的游戏测试中 8款手机将使用相同的角色 从岑延距渊出发 途径虚弥城来到池王陵 然后在原路返回 沿途见过就打 期间呢 我们会记录游戏的帧率 以及功耗曲线 不过这次啊 我们并不是直接在不同手机之间 比较帧率跟功耗了 而是每个机型自己 用打开性能模式后的数据 跟没有性能模式的数据 进行比较 通过差值曲线的方法呢 来判断不同机型性能模式的效果 那我们首先来看 只打开手机电池设置里的性能模式 关闭游戏中心性能模式时候的表现 华尔Mate 50 Pro 在打开性能模式后呢 相比关闭性能模式时的 平均帧率有了小幅度的提高 通过平均帧率的差值曲线等看到 在多数情况下 尤其在中后期 打斗场景较多的部分 华尔Mate 50 Pro 打开性能模式后的帧率 会有5fps左右的提升 对应的呢 整机平均功耗 也有了200多毫瓦的小幅提升 那荣耀Magic Pro的情况 跟华尔不同 一小时的平均帧率 反而降低了5fps 同时呢 整机平均功耗也降低了 大概500毫瓦 这听起来有点像省电模式 不过好在 第二代香光8本身表现不错 测试过程里 没有出现太多明显的卡顿状况 相比13 Pro跟RUNYK60E 因为性能模式下 游戏中心无法单独调整 跟均衡模式 所以要等待会儿 才能知道 性能模式的表现到底如何 同样情况 还有Vivo X90跟AQ11 Pro 电视设置的性能模式 跟游戏里的性能模式 是一回事 都会在待会儿一起比较一下 OPPO Find X6这边 相比均衡模式下 平均帧率有了7fps的提高 从帧率差值曲线中能看到 几乎全程帧率都被抬高了一整截 整截的平均功耗提升在460多毫瓦 整体效果非常让人满意 不过同样运行ColorOS的1加11表现 就跟Find X6不一样了 在仅仅打开电池高性能模式后 不管是一小时的平均帧率 还是整截平均功耗 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我也把这几款机械表现 放进二维坐标系列 越靠上表示帧率提升效果越明显 性能模式的效果就越显著 右靠右就是功耗越高 大家可以自己取舍一下 功率跟帧率你可选哪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同时打开手机电池设置 跟游戏中心的性能模式情况下 依旧是对比各自关闭性能模式时的表现 华尔Mate 50 Pro这次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帧率下降 变化的位置集中在了 刚刚帧率提升的游戏中后期 整机平均功耗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而让Magic 5 Pro则保持了 跟前面相同的趋势 平均帧率跟整机平均功耗 相比没开性能模式略有降低 相比13 Pro跟RAM K60E 它的变化趋势比较相近 不管是游戏帧率还是整机平均功耗 都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K00E整体的增长会更加明显 多数时间帧率增长都在15fps以上 游戏过程中的卡顿情况 会有非常明显的好转 Opore Find X6保持 与紧紧打开电池设置里 性能模式的趋势相同 增长幅度也基本一致 1加11这边的表现跟Find X6差不多 平均帧率增长在6fps左右 整机平均功耗提升在360W附近 再用1加11的朋友记住 一定能在打游戏的时候 把游戏里的性能模式一起打开 Vivo X90跟AQ11 Pro 平均帧率增长了8fps上下 效果显著 不过随之而来的是 两款手机的整机平均功耗 增长同样明显 Vivo X90甚至从之前的5W 涨到了6W 毕竟开性能模式 就是为了用更高的功耗 换更好的游戏效果 所以这个表现在我看来 还是可以接受的 我也把这8块机的结果 放进刚刚的坐标系列 能看到RAMI K60E是几款机器中 性能模式效果最显著的 整个测试做下来 能看到MIOA三加的性能模式 对于游戏的帮助还是很明显的 小米 Redmi OPPO Vivo iCOO 都只需要打开电池设置里的 性能模式就能有不错的帧率提升 一家用户则记得要开启 游戏中心的性能模式 跟一家正相反 华为用户记得只打开 电池管理里的性能模式 获得更好的帧率体验 RAMI Magic 5 Pro 则是不用打开任何性能模式 直接开玩儿 真理体验会更好 不过还是那句话 我们的测试只针对我们手里的这一款机器 结果也只能给大家做一下参考 具体的表现还是要看 你的使用环境到底如何 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在平时遇到了哪些使用问题 也欢迎随时私信或者评论区留言 说不定下一期的补充一点 我们就能一起解决你的问题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们把这样耗时耗利油耗经费的项目 继续测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